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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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現在又回來了 我們的後半段 後半段 我們準備有留一些時間 因為我們這裡有網路可以用 大家可以把它連起來 但是我們這麼多人在修用 我們平寬不一定有夠 可能大家 會像拖鞋車一樣 很慢的 但是這就可以用 好 我們剛剛 你說這個LINE 我們這個程式 這個應用程式 這個通訊程式 為什麼這麼多人 要它修用呢 第一個就是它卡電的面積 而且跟我們以前修用的 這個介面 這個 說介面比較艱深 就是說我們修用的這個方法 很接近 我也一樣再說一下 LINE這個東西 它是結合 手機 一個通訊軟體 最主要它是怎麼結合手機呢 它是用手機來認證 所以說 一個LINE的帳號 一個手機號碼 你沒辦法說 我想要幾千幾個 抱歉 沒辦法 家裡有幾個門號在 這是它最大不一樣的地方 因為它 它說電子交易 這些東西它都可以做 所以說這點就是 LINE這間公司 會厲害的地方 會找對了產品 找對了 使用的 情況 和市場也掌握到 我們現在來說 LINE的使用 我們知道很多人 現在都有LINE的帳號 你把這個軟體以後 把這個APP以後 其實你也不用做什麼事情 它很主動 它會問你的手機上 通訊有所有人 電話號碼 他都給他討討進來 看到一堆人 看到一堆人在你上 這個人 他也不是說自己交易 他說建議名單 你可以給他算 這個人 在我們LINE的清單裡面 你自己決定 而且 他也很聰明 他首先替你找 因為你是用電話號碼做認證 所以專求 不是說台灣的 專求 只要有電話號碼去認證 電話號碼的人 住你的手機上頭的電話號碼 清單裡面有 平常你有在卡電話號碼的人 他馬上把你找出來 專求都要找出來 放在你手機上 有做什麼動作呢 如果這個人 有在用LINE的人 保證 他看到圖像 一般都沒有看到圖像一個名字 你如果看了 有他的照片 或是他教他的東西 譬如說 有時候我會把它放一個什麼 玉山 會躲在上面 你看到LINE上面 有把它列出來 還有圖像 那個人一定有在用LINE 不然不可能有圖像在那裡 如果不代表他沒有在用 有可能他沒有加下去 所以 我都不用去找 我的聯絡的人 他自動都把我們加加進來 這樣不行 馬上加下去 不要用它卡一下電話看看 他如果有開機 隨便卡通 免費 如果沒有開機 你可以留個簡訊 就像以前那裡用BBCo 一樣 寫幾里 把它放進去 把它送出去 他現在開機的時候 就看到我們的簡訊 再來 你也要用講話 不要寫 直接用錄音的講話 講完把它送出去 那個人叫做Voice Messenger 那個叫做語音訊息 馬上 在他的LINE裡面 他開機就看到了 他就聽到你的講話 所以說看多方便說 各種免費 他是用手機認證 所以說你如果要靠給他的時候 打清單 你只要把它加入好友 你把它靠給他的時候 就主動 他就接著你手機那裡去了 就不用說話了 所以說這個情況 你使用的情況 跟我們卡通的是不是一樣呢 完全一樣 另外他還 到現在來 差不多是 他第一年的時候 還沒有這個功能 他現在還結合 電腦上面的應用程式 他有一個叫什麼 電腦版的LINE 有的人 都在用這個LINE的程式 都在手機裡面用 但是你才知道 他也可以在電腦上面用 只要你在手機上面 你把它清一下這個LINE帳號 你還要用你家的電腦 還是筆記型電腦 你在上面 去把它下載PC 就是說個人電腦 用的程式 把它下載回來 把它安裝好使用 你也可以 住電腦上面用LINE 而且兩個 當這個開 沒關係 可以 但是這只限於 原作業系統 你要用那個 Apple的 不好意思 二選一 這是 可能Apple也沒有想到 會有 會有這個差別 因為這有認證的問題 一般如果原作業系統 沒關係 我手機開的也在用 同時我電腦開的 兩個LINE都開的 所以說如果有信息 你來兩邊都在叫 那也算不錯 不會讓你強制說 你不能用這個平 我們現在說這個電腦版的LINE 跟手機完全一樣 當然他的這個 看到的介面 那個畫面 有彈簿也不一樣 但是 以這個功能來講 電腦版的 還比他強 還比智慧型手機 上頭強 怎麼說呢 他有些東西 我們上頭沒有 上頭沒有 上頭沒有 包括他有些 附屬的一些東西 就是說 裡面有一些檔案 傳輸 還有一些分享 那些東西 我們住手機上頭 做完就 譬如說我們手機上頭的 照片有限 還說裡面有一些 一些程式檔案 什麼的 其他 大部分都放在家裡的電腦 所以說在那部分 他比他強 兩邊是一樣的東西 都可以使用 所以說 LINE 會這麼多人 你想要把它用 有這麼多人 用得很好使 也是最主要的原因 他發現這幾年來 他延伸出來的商機 我們不要說商機 就說他要更加強 LINE的使用者 的方便性 他發現很多東西 有一個叫LINE CAMERA LINE的照相機 有第一次用的人請給他手 這是少數 比較短的 可以把它放下去 LINE的照相機 跟我們傳統的 這個 手機上頭的 照相機有什麼不一樣的 我們知道相機就是要拍照 拍照 拍照以後 直接就傳給別人看 LINE的相機不一樣的 他可以做很多事情 可以幫你小珍美容 雙眼皮 雙眼皮 你拚 蘋果臉 要把它拚瓜子臉也可以 可以 要那個 叫做抹皮也可以 要泛夫也可以 功能 有夠多 所有的 野界的城市 也很好用 不像我們電腦說 很健身的 不要買其他 很簡單的 蜜蜜蜜蜜 他問你 要做什麼處理 要美容嗎 還是要做什麼東西 美容還要分 要泛夫嗎 要分開這大堆 還有一些特效也有 你要復古嗎 復古就變黑白 變花黃的照片 什麼都有 還有 可以加輕 可以加花邊的輕 像聖誕節 我們現在想說 要跟聖誕節卡片 要怎樣 人家也有 有些套裝的東西 輕到重點 很漂亮 像雪景 也有黑輕 黑輕 我們不要把它用 那要脫掉的時候 怎麼用得對 總共 LINE 這個東西 他現在發展的東西 我剛才說 這個camera 這個照相機 你只要 你如果是LINE的用戶 你就可以去下載 可以去使用 都不用錢 都不用錢 稍後我們現場 拿來電腦那裡 大家看 那開始很精采 以前說 我 我 那時候而已 出的都不會 其實 你如果用LINE camera 來說 都不用我擱 說實在 我大概 只要跟大家說 這個是什麼光年 這個什麼光年 你自己去摸 十分鐘以後 你就能創一張 很漂亮的照片出來 這樣 這已經是一個奇蹟 為什麼 因為軟體好用 又簡單 又垂手可得 為什麼 會走到這樣 現在 我們這個LINE 不只在這個 全世界 住我們台灣也是一樣 我們剛才看 我剛才問 這麼多人在用 我們台灣多多人在用 LINE這個城市 大家知道 目前的帳號 我們這個東西跟Facebook 不一樣 我們待會兒再說Facebook 臉書 臉書 有的人 可以清幾個帳號 對不對 LINE只有一個而已 你沒辦法 給錢 除了你兩支手機 這 目前我們台灣超過一千萬 很怕人 這個Facebook 是說 已經 跟兩千萬了 但是Facebook不準 因為 一個人有可能清兩、三個帳號 小寶貝 小寶貝 就送一個Facebook的帳號 怎麼說 要記錄它所有的成長過程 Facebook本來也是有這個構想 就是說 它是一個個人的一個 這個社交的網站 可以記錄個人的一些東西 不一樣 跟我們不一樣 我們純粹就是要讓你溝通 讓它做通訊的用途 它延伸出來 我剛才說的 CAMERA是其中一個用途而已 還有很多很多的 好 所以說 我們如果是 有在用智慧手機的人 今天你的手機 還有什麼上網 因為這個 還有其他原因 稍後再說 我們最好 快把它清一個帳號起來 這樣很方便 你可以清很多錢 卡電話的錢 升起來 譬如說我現在在卡電話 我第一優先 我先用LINE卡 如果卡不通 再來用平常的方形來卡 平常的方形就要入錢了 用LINE都不用錢 而且 用LINE還有什麼好處呢 現在 你如果是用作業系統 你用原作4.2 醫生這個版本 最新的LINE的版本 是有影音功能 意思就是說 叫做什麼 叫做 影像電話 你說的東西 可以看到有的人 可以看到有的人 可以說話 還可以看到人 還可以全球都收得對 不是說像剛才台灣而已 你如果去外國七號 一樣 卡電話 一樣看到人 看到硬 都看得對 這都不用錢 這就是 最新的時候 這個LINE的功能 可以做到這裡 你如果去 有使用LINE的人 你可以去 叫做 升級 去更新 最新的版本 這都有 等一下我們可以去看看 有用最新的人 最新的LINE的人 請上去 最新的版本 有嗎 對 來 等一下我們可以加入好友 來看看就知道了 現在你說這個LINE 我們剛才你說 它會主動問我們的電話部 裡面 所有的人都可以加進你的 你的清單裡面 如果說 我們完全不可以聯絡過的人 譬如說 我到後面 後面 我們三位說 也會用更新的這個版本 對 不可以加電話 也不需要 要怎樣 建立這個朋友的關係呢 很簡單 現在很多人都可以搖一搖 上樓有一個搖一搖的按鈕 按下去 兩個人走過來 去搖一搖 兩個人就可以溝通了 媽媽就加入朋友了 但是這個還沒時間 有時候搖不出來 有一次搖到手機掉在地上 還是沒有搖到 現在有 其他的方法 包括有那個叫做什麼 叫做二維條 QR 我們經常 我們這裡沒看到 我們的網站上頭有一個 還是說去外面有些商店 都有一個四方形的 上頭黑黑 有 有 那有看到 對 我們在座上頭有一個二維條 四四角角 一條 裡面有一些黑的點 那個 那個就是QR 那也日本人發明的 日本人很厲害 那些QR code 我們兩個手機拿來 你用你的QR code顯示出來 我問我QR要叫出來 我把他叫下去 連按鈕都不用按 他自己會去看那個東西是什麼 主動逼一下 加入蠔友 兩邊都加入了 所以很方便 很方便 不像以前說 我們要加入蠔友 有時候說 還要打他電話蠔 打一桶去他 他再加入 都要花錢 這點錢也不用花了 所以說 我們可以善用燃業軟體 可以生很多錢 電話錢 我現在電話錢生很多 都差不多用大部分 因為 我的朋友很多都是 都生電腦的 都生電腦 因為行業就是做這個行業 所以說 因為這樣 可以生很多錢 好 說到錢 煙氣 剛才有一位 我們一位學員 說 電話錢 那天說 以前都三四百塊 那天說 三千幾塊 看起來很貪圖 我也有經驗 但是 我到來他收不到我的錢 他也不可能收到我的錢 怎麼說呢 我一開始在用手機的時候 這個 智慧型手機的時候 那個很久了 不是這隻 這隻是 免費的 免費的 免費的手機 功能也很強 我之前用的摩托車 那個機器 那個比較久 比較老 但是那時候用網路的人比較少 我也都吃得飽 所謂吃得飽 就是說 我用手機上網 這個上網費 跟這個電話錢 是不一樣的 兩條加起來才是厲害 六個錢 那條錢 上網費用 以前是很貴的 以前很貴 但是有一個吃到飽的方案 意思是說 我不管是都可以上網 上網的費用 他要收一遍 就跟我們家的網路費 你一個月 譬如說八百塊 可以給你收到你用 沒有你給他算錢的 以前我們那個 卡電的機器叫那種 算時間的 那種不一樣 手機也一樣 你可以用這個 免費上網的方式 不是說免費 固定的一個收費 合約的方式 你上網 讓你吃飽就對了 用這個方法 我們就不用怕 上網你一天 你四點前去 用到手機也沒電 一樣 費用一樣 那些費用在那裡 但是你如果不是這樣 來講 跑馬表 就是說你用多少 算多少 照流量 就算 流量 那個拜託書 下去算 這樣 這個 中間就差距很大 我開始用的時候 我也是用吃到飽的 第一邊 帳單收來 我看一下那些粉朵 怎麼說呢 電話費 網內多少 網外多少 再來就是 網路服務費 三萬多塊 三萬幾塊 看一塊粉朵 但是沒關係 繼續看來 我們就不會粉朵了 還有一個負三萬多塊 意思是說 我吃飽的 吃到飽的 吃到飽的 所以說 那條錢 便收 在後面那條 一個月多少 六九九 七九九 這種的 像吃到飽 一九九 一樣意思 一樣用這個方法 下去處理 所以說 蘇勇網路的人 越來越多 因為越來越燙 以前不一樣 以前你如果說 不小心 你網路在哪裡用 還不要去拚掉 沒有你用的時候 不要去拚掉 那些費用怕死人 有可能就是幾萬塊 但是 我們現在常在說NCC NCC 我們國家通訊委員會 NCC 我們叫蘭CC 對於我們很孤然圓的 但是他也做到這件事 對英文有這個爭議 他們要問一下業者 叫一叫來 定一個遊戲規則 萬一 我們蘇勇家 如果不會蘇勇 這個手機他會開到上網 那一個月下來會怕人 這個為了維護蘇勇家的權益 不是不用錢 他有定一個上限 最多你能收多少 有一個上限 所以說 我們這裡所有的業者 他也一樣 自己就定了一個 根據NCC的這個協議 定一個上限 就是說 你如果不申請 吃到百 例如一個月六九九 七九九 多少 你用網路 還不要緊 延伸出來的費用 最多 可以收多少 就剛才我們有說 三千多塊 會算貴的 現在來說 應該是最多 可以收到兩千多而已 每間都不一樣 就是說 你如果不知道怎麼收容 不會金 像水路頭開的 就不會金起來 那一個月也不少水錢 同樣 這個網路也同樣 最多 收多少而已 不能夠收 這是對我們有幫助 這個收費的問題 一向就是 我們輸勇家的最痛 因為你會要輸 我剛才你說 你用這個網路 用這個LINE 用其他這些主管 可以給你收很多錢 但是你如果使用不當的話 不是收錢 那費用會怕人 當然 剛才這個NCC 有把我們把關 那個部分 我們就算起來了 最多可以給你收多少 但是我們自己也要知道 怎麼去收容 才會升級 我們知道這個智慧型手機 上網的方式 目前有兩款 有兩款 你如果手機比較高階 中階 中階一雙 上網可以選擇 一款就是用3G 3G 第三代 SER GENERATION 第三代的通訊方式 用這個上網可以 另外一款就是用Wi-Fi 用Wi-Fi Wi-Fi 可以的東西 也是無線網路 我們家的電腦 很多人說我中階很漂亮 要去那條網路線 這樣去很難看 都用無線網路 剛才我們家裡 自己有一個基地台 就可以上網 都不用收拾 比自己的電腦也一樣 智慧型手機也一樣 都可以用的 不用收拾 就可以上網 這就是Wi-Fi 所以有兩款 3G 3G 上網方式 就是用電話公司 就是我們的電信業者 譬如說你台灣大哥大 你遠傳 你用他的無線網路 就會上網 所以說 你在上網的時候 你這隻 智慧型手機 連出去的地方 不是我們家裡 連在家裡 連在家裡的基地台 跟我們卡行動電話一樣 這個費用 要錢 就是我剛才說的 吃到飽 還是說有199 過程說 一個月有多少流量 我們用多少 算多少 在這個流量以來 幫你收199 超過的時候 超過100K 幫你收多少錢 這樣下去算 這就是3G 所以說3G有這個費用的問題 除非你是用這個 吃到飽 就不用怕他用 吃到飽 你如果不像 這個 吃到飽的3G 服務的時候 最好 最好 不要用3G 因為你不一樣 去扣 他的費率最高 最高 有可能就是 最後的杯子 就是一個月2、3千塊 很多人都不會去金 不會去金 開了 就一直開掉 他也不會跟你離線 他設計後 賺錢的工具 不像說 我們多久 沒有用他 就把他掛線 沒有 他一樣幫你連 所以說 用3G要洗你 除此之外 我們要上網 一般的人 包括我也是這樣 像我 沒有你用的時候 我都會金掉 我只開一個Wi-Fi 在那裡就好 Wi-Fi 為什麼呢 Wi-Fi 可以說 都不用錢比較多 譬如說 來我們這裡 我們樓下也有Wi-Fi 樓上也有Wi-Fi 因為Wi-Fi跟3G不一樣 3G基地台在外面 他的服務的範圍比較大 用這個Wi-Fi來說 服務範圍比較低 差不多一二樓 三四樓 二三樓 隔層 這個空間沒有問題 距離 也有一個限制 差不多都是幾十公斤以來 可以使用 這是Wi-Fi Wi-Fi這個信用 搭來的 我們自己 創除 譬如說我們這裡 已經用的上網 去買一架 無線發射器 那個叫做AP 叫做ASS point 買一架 無線的發射器 接著我們的網路 本來 我們要上網 是不是有一個線 來我們的電腦 還是手機 當然現在手機 你很多人在牛線 在上網的人 也是有那個介面 那條線面Q 透過的無線 傳來給我們 這個發射器 我們自己買的 那些資訊的來源 我們已經進去了 我們可以進去上網費用 所以說 在形式上 我們看到沒有錢的東西 我們去使用 就覺得不用錢 就是不用錢 你住外面也一樣 住台北街頭 台北街頭 有一個叫什麼 叫做 台北free 台北不用錢 台北free 住台北市場 會說 大通的 大條路的 附近 都不用錢 我們剛才走 看那個 大部 都在路燈 上頭有 有一個階級 漂亮的 有兩支腳 那天山 那就是台北free 還有另外一個叫 Wi-Fi 那是早期 早期 現在也是 還有 那都是 公用無線網路 這樣是不用錢 譬如說 你去台北 你要用網路的時候 你又沒有3G 人家要用 想說微信錢 我就用Wi-Fi 就好 你把它移一個來用 怎麼移呢 大部都是用手機 用手機移比較方便 你就 你去 只要能上網 之下 你先上網 還是說你住家裡 先用電腦 下去移 不一定要住台北 因為可以連起 你住台中 你把台北的Wi-Fi帳號 上面要打什麼 打你的電腦 打你的電腦 手機的電腦 他就傳一個簡訊給你 告訴你 你的帳號密碼 帳號的你的電腦 密碼 他給你一個密碼 可以給他去蓋 你拿來手機上面 我看到這個 台北free的信號 你進入他的網站 馬上可以打你的密碼 帳號進去 那你就連起了 你就可以使用了 都不用錢 你的信號 不過 一般大外面 不是很好 因為你的距離有關 Wi-Fi本來距離就不回來了 但是 很多地方信號都很好的 台北所有的捷運站 捷運站 差不多信號都一拜 都最好的信號都可以使用 這部分就不用錢 另外什麼地方不用錢呢 公車 公車是一個運用 跟大家說 什麼地方 不可以留的 不可以留 不可以留的不用錢 但是你也有中華電信的帳號 有這麼多不用錢的 什麼地方呢 台灣那是 台灣跟台北不一樣 台灣 中國什麼叫做 台北不利 如果在離開台北什麼 以外 都叫做愛台灣 愛台灣 那也是公用網路不用錢 但是沒有那麼普遍 在這裡就沒有愛台灣 要去哪裡 要去高鐵站 要說什麼 公家機關 走 我們說台北市 還是說不一定台北市 新町 高雄 台東 台南 這些大都會 甚至景點 都不用錢 像那個 保安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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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 那個我們很奔透的一個器材 在這個 無線網路應用 他們很早去做使用 讓我們不用錢 我們不一定要去乾淨咖啡 有人說 我住在外面走 剛才要用到 我沒有申請 的時候 看到保安咖啡 站在他門口 就可以用了 因為他的距離 很近 當然你進去 沒有問題 不用錢 你去 上去 基本的人不用錢 其他像 Starbucks 也不用錢 但是你要去問密碼 他有密碼在 他說 他的KOY 才要服務 還有很多 便利商店 也有 全家便利商店 Seven 哪有 都有 但是他們的 做法不一樣 也都不用錢 但是他有一些限制 譬如說 全家 全家是算 還比較friendly 比較友善 像Seven 也不是說他沒有友善 你有中華電信 他會用中華電信的熱點 所以說 有條件的不用錢 有條件的 你如果中華電信的 家裡的用中華電信的網路 也一樣用的不用錢 我現在來說 全家 全家真的都不用錢 你不是什麼客戶也不用錢 當我來也不用錢 怎麼說呢 他根本就很開放給你使用 但是他也要保護 他的網路不會過載 他裡面有這麼多錢 全家便利商店有這麼多錢 那個用的去印一些優惠件 有的沒有的 稍微你去加入費員 加入費員就打 我們應該是打 那個 身分證號碼 打完醫療 你就加入費員 加入費員裡面 你住的費員服裡面 有一個叫做體驗Wi-Fi 的地方把它插進去 打你的費員的資料 他就吐住一張單子給你 那張單子就是說可以讓你上網的帳號密碼 上面給他寫 你可以用三十分鐘 每一個 每一天你可以用三次 不同的店 比如說我去台北用用的 走來投往國用用的 要用的 要用的 一張單子出來 那張單子上面有帳號密碼 你拿手機把它打下去 就可以上網了 就打他的商店 這個區域都可以上網了 這不是說 只有這些企業 其他還有很多 只要是 差不多餐廳 這些夫婦樂 差不多都有免費上網的方式 所以說我們在外面上網 我們可以用Wi-Fi 盡量用Wi-Fi 都不用錢嘛 如果沒辦法 只要去用3G 用3G的上網的方式 3G就要考慮費用的問題了 好 所以說 我們剛才說的智慧性手機 不是說每次都可以用Wi-Fi 這麼多 像比較低階的地方 只能用3G而已 它沒有Wi-Fi的選項 沒有Wi-Fi的選項 要中高階以上 照這個Wi-Fi的選項 手機也一樣 不是手機 平板電腦 像iPhone 還是Tablet 所有這些平板電腦 同樣也有上網的問題 但是它比較特殊的就是說 平板電腦大部分 Wi-Fi都有 3G不一定有 3G不一定有 現在很多基準都這樣 有3G還有Wi-Fi 比較多 像iPhone也是 iPad也一樣 因為上網方式 比較多的時候 它的費用不一樣 那隻的費用比較高 結果不會比較高 所以說 我們警告自己的需求 我們去選擇 最好 後面你買手機 最好是3G 和Wi-Fi都有 這樣會比較好用 有的人說 我要上網 就沒有Wi-Fi可以用 一定要用3G 那些費用比較高 好 剛才你說手機 說這些 行動裝置 可以送完的東西 大家有想到嗎 剛才我說的平板電腦 iPad 還是平板電腦 Tablet 包括像 紅機 ASUS 華碩 很多鏡 Samsung 很多鏡都有平板電腦 平板電腦 跟手機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兩個是同樣的東西 包括它的作業不痛 也同樣 我剛才說 Enjoy和iOS 都同樣 那個 機器的大小不一樣 功能其實都同樣 同一個作業系統 我們現在 座外面 我們大部分看到的手機 最大大概用到5.5吋 螢幕5.5吋 像我 我這個是4吋 4吋而已 很小 現在講到 4.7吋 5吋 用到5.5吋 5.5吋 只有這間 有人用到嗎 Samsung的 Note 2 就是用這個 像HTC HTC也有5吋 也是同樣有 現在最大機的 大概就是5.5吋 5.5吋 你拿來 那個電話拿來 放在這裡 感覺 又很正常 現在 剛才 有人看到 拿7吋 平板電腦 在說電話 很奇怪 好像拿一支 尋 尤其拿10吋 也可以說電話 10吋 這麼大隻 拿在這裡 覺得很奇怪 電話怎麼這麼大機的 開始 因為這個東西是完全一樣的 整個大小不同 包括你看到的畫面完全一樣 它的功能也是一樣 有人問說到底是要用平板電腦 還是用一般的筆記型電腦 其實這兩個東西是不一樣的 平板電腦比較適合什麼 比較適合我們一般生活頂頭的用途 一些算像個人的一個電子輔助器 裡面可以做導航 你要上網 要找我們附近有什麼 不可以的東西 有家裡有禮物 有聽車場 有吃的東西 餐廳 那很方便 比基型電腦也一樣 可以這樣用 但是它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比基型電腦 它這個 使用的程序 不像平板電腦 這麼簡單 這麼好用 平板電腦開機 一般都開機 都是在那個 做休眠狀態 你如果開機 差不多30秒就開機了 就開好洗了 通常有利用 比基型電腦不一樣 你如果說比較新 裡面的系統很清潔 這家比基型電腦 開機可能一分鐘就開起來了 如果說用很久都沒有在整理 現在開一邊機五分鐘也開 我想大家都有經驗 電腦開開這樣 去後面泡一個咖啡回來 還沒開好洗 比基型電腦就有缺點 最主要它會都比較大 還有它的主管都比較大 所以它準備的時間很長 手機 這位型手機 平板電腦 就沒有這個問題 它所有裡面都差不多是 我們所謂的固態結構 裡面沒有硬碟 它是找記憶卡的 找記憶體的 我們電腦是招硬碟 裡面有機械動作 還有怕它說 你使用的時候怕它在當中 會我們那個硬碟從壞去 所以是不一樣的 結構就不一樣 使用也不一樣 平板電腦就是說 一般我們的生活所需的一些東西 那些資訊就可以從平板電腦上面都可以用得到 但是你如果說 我現在要來寫一個文章 現在比較容易 在坐車 要寫一個文章 要用平板電腦寫 很累 不管你是用注音輸入法 用手寫輸入 總是不方便 最主要它的畫面 來說 我們電腦的畫面跟它不一樣 我們用電腦的時候 你要寫一個文章的時候 非常不方便 你有實體鍵盤在那裡打 再來使用的時候 也很大不一樣的地方 平板電腦 我們看到的畫面 就是一個程式的畫面 我們在勇士窗的時候 大家應該有這個經驗 勇士窗的人開幾個 一個一個打頂頭 我把它點這個打最頂頭 點那個 那個就起來頂頭 像這樣都打黑邊 我們可以打畫面 看到黑幾個的程式 打頂頭 重疊 你可以隨時叫出來 手機可以嗎 手機你看到只有一個畫面而已 當然你要叫其他的可以 很複雜 不像我們比基型電腦 點的就出來了 手機你還要退去那個 手藝的那個地方 還給它點出來 有你感覺說 像你重新 再開這個程式 其實它是都在那裡 只不過你看不對 一邊給你看一個 程式的畫面而已 比基型電腦 看很多 在我們使用 架來說 要用電腦 有人需要幾個畫面 譬如說我現在要寫一個文章 我要開一個網路 來看網路上頭 人的一些報導 或是說我以前的一些文章 拿裡面的東西 來組成一個新的文章 這時候你如果用比基型電腦 很簡單 跳來跳去就能做 但是你如果用平板電腦 用智慧型手機 哇 那很累 只要轉換的時間 讓你浪費很多時間 還有你的腦袋 也不可能寄很多東西 沒辦法同時讓你看得到 這不一樣 所以說我們如果是 要用平板電腦 還是要用比基型電腦 就要看你的用途 你要做事情 最好的還是用比基型電腦 一般我們如果是日常生活 比較著重於像影音 一些娛樂的東西 我們就用平板電腦 用平板電腦 有的人是有平板電腦 還有智慧型手機 有 這麼多人這樣 但是一般我們如果是說 要實用 我是建議說 差不多用那7吋的 7吋的你要 使用手機以外的功能 7吋還可以接受 不會說太小的 你要靠電腦拿7吋的卡 5吋半就你卡了 7吋也差不多 也是可以 也不用笑 拿一個10吋的 剛才你講電腦 這個好像 好像拍打的那樣 在外面常常看到 拿一個10吋的 那些少年比較多 簡單一隻 通吃 好 我們時間起來 過得有夠快 村莫10分鐘 其實我還有很多東西要說 安全性的東西 還是要提一下 就是說 我們在使用手機的時候 還是平板電腦電腦都一樣 都有安全的問題 包括就是什麼 手機會重量 大家知道這件事 電腦的電腦手機也會重量 手機也會重量 什麼叫重量 當然 這一定要說 因為我們一定用得對 一般手機 有時候 我們現在當地用網路 或是說用網路以後 沒有金 或是你找一些網站 其他一些APP 應用程式 現在電腦把他放在那裡 還是說你當地用 電腦來 電腦你好 你叫 你沒辦法接電腦 大家有這個經驗嗎 應該有 因為我也剛才那邊 電腦來 眼睛金 眼睛睛 看電腦來 但是你沒辦法接 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叫中風 因為為什麼 你的手機太忙 太忙了 他現在 正在服務你上網的這些功能 電腦在那裡 電腦這個東西 一樣交代 但是你要進去 聽電腦 卡電腦這個程式 沒辦法進去 因為 Course太長 太多 很麻煩 很麻煩 對 我也遇到 丟掉的電話 漏接電話 很多 漏接電話 你也要回報 那時候集合辦事 怎麼刺 怎麼創也不好 為什麼造成這個 這個結果 我們 蘇勇 電腦 我們要整理 第一 就是說 我們的主管 跟電腦不一樣 手機 智慧型手機 這麼漂亮 裡面的記憶體 也很有限 現在 最多的 讓你加 加到 30例 30例 一般 有的 10人 有的8 甚至陽春的 4GB也在用 2人 2人 就沒了 那個task 那個 我們在用那個程式 開嘴腰 他就不可以 要死了 我們有什麼辦法 可以讓他 比較靈活的 意思是說 我們可以 我們自己控制 沒有在用的 我們只能把它禁掉 但是有的人說 我就禁掉了 其實你沒有禁掉 我剛才說過 電腦 我們如果沒有禁掉 可以看到 視窗幾圓 打幾圓 他把它禁掉 你又覺得電腦比較快 手機也一樣 但是你看不到 你沒有禁掉 你沒有禁掉 你不知道 有一個辦法 就是說 我們要去鑽一個城市 叫做手機的記憶體 和它的儲存空間 優化軟體 這個軟體 以前叫做金山 金山 中國的 金山 現在改獵豹 現在改了 最近 另外一個叫 ZD Z就英文字母 最後那個Z D D就是 Dog D D BOX BOX D D TOOL 像這些城市 只有跟我們電腦上面 一些叫做 優化城市 一樣 像Norton Norton Utility 像那些城市 都找到 建造 我們APP的商店 商店很多都不用錢 大部分 我們用到的 好用的都不用錢 比較多 去下載 下載以後 你將你的手機裡面 它主動的 它會偵測 你的記憶體 它會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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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一個 清道夫 城市 它可以把你的 手機的記憶體 跟你的儲存空間 做一個 比較合理的管控 這樣有什麼好處 你的手機 就不會過載 不會說 降機時間 很多東西你走 電話在外面的時候 金路都不會通 會通 接不起來 很硬 眼睛金光光看電話掛斷 像在城市 你如果經過這些這些城市 你如果把它使用 就不會了 有的人 也有堵測什麼城市 手機拿起來 我要發動 要做什麼 都不在意 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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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會 一般我們在用手機的人 大部分 我剛才都說 手機板不在意 睡眠 都是它自動的 休眠 睡眠 晚上 像我都沒有在意 它會自動的 晚上 會休眠 其實這是 因為我們手機 就是這樣 我們要連絡 我們方便 所以說我也沒有在 進去的 24小時都開掉的 這個 這個情形 你想說 你現在是在用電腦 你用家的電腦 是不是24小時 都沒有在 進去的 你也要用到 早上開 不然你也會進去 現在對手機 這麼苛求 都不要用效果 不要用效果 他就跟你出狀況 就跟你當機 當機的時候 要怎樣 有人說 我如果電梯 拋掉就好了 現在很多手機 不好意思 電梯看不中 拋不中 要怎樣 很害 所以說 我是 我們預防 預防 最大型 你每天 手機最好是 關機 開機一次 就是 騎算 給它 拋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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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拋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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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ri 這個辦法 有人是說比較不要用 就是說我們有那個SIM卡 SIM卡一般是說金電以後才能夠抽 但是你如果有這個情況 SIM卡把它抽起來 就水沒煮了 自動就重開機了 這也有一個辦法 不然有人是有這個 真的你拿到手機店 他會幫你弄 他怎麼送我們不知道 大部分都是這樣 不然不用說特別 喝飲室喝藥 派去看要怎樣 要打電話就不會打的 只有這樣子 如果有機會 買手機 你也不一定說要買電池 作息在裡面 像我們這個手機也這麼衰吃 這還不用錢 電池都會打的 可以做優先考慮 有人會遇到一些死檔 這個問題 我們用手機 我們如果是用這個手機 我們就比較沒有這些問題 甚至就是說 有人是說我們沒有電 沒有電的時候 有人會去買 像我這種行動電源 我這個很大隻 這八千 八千 不是八千塊 沒那麼多 八千 迷你安培小時 那 一般我們手機像這個 我這個差不多到一千八百 一千八百 一千八百迷你安培小時 它的容量 那些八千 所以我帶那一顆出來 都不用怕用到沒有電 我們可以用這些辦法 手機我們選購的時候 比較少你的 還是要問一下 問我們的親朋好友 也要問我們建議 除此之外 手機其實是蠻健康的一個電子產品 他第一他怕傷而已 不要再咬到 現在現在手機還有防水 沾到好多沒關係 一般我們在用手機 差不多年輕人 現在平均 都差不多一年來 再換一隻新的 像老伙子來說 比較不會用那種 像我手機都是用 沒有電源的 沒有我們女兒 小孩 他們淘汰的一年 我們拿來用 所以我們用都 沒有用很好的手機 但是 你如果要用 我剛才那種方法 做一些比較好用的管理程式 你舊手機也很好用 不一定說要追著最前面 最前面的 開錢沒辦法 你這樣不一定會好用 好 我們今天時間也到了 但是 剛才說要預留一些時間 我們讓大家去操作 沒關係 稍後要吃飯 我會稍微留一下 如果有什麼手機的問題 有什麼設定的問題 可以過來 我們可以做一些溝通 如果我們學員之間 如果有LINE帳號的人 我們共處三天 可以留下另外一種聯絡方式 如果要跟LINE也可以 好 好 今天我們就到這裡 各位童心下課休息 老腳可以用餐 各位童心下課休息 然後可以到樓下用餐了 謝謝